在2020東京奧運勇闖八強 並在2022 11月牙錦賽 拳擊70公斤級 打下個人在該賽事的第一年金牌 好久不見的拳擊女王陳念琴 懶得出席公開場合 只不過身材跟以前比起來 笑說很多 對啊 大家都看到我感覺 念琴你是不是又生病了 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因為這個短時間內 然後因為連續三場 然後再加上今年 剛回來的這一場 其實我的時間很短 我沒辦法去做太多的重量訓練 所以其實我肌肉掉很多 所以看起來馬上身體就變小一號 對 所以我在努力的 把肌肉練回來 由於2024巴黎奧運兩級調整 只剩下70公斤以及66公斤級 可以選擇 原本以69公斤級 為主要賽場的陳念琴 經過與教練的討論 決定降級參賽 而這對於前年才剛抗癌成功 並後付出的念琴來說 是個很大的挑戰 我化療之後很容易就是生病 然後就是體抗力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我的意志力還蠻強 我不會把 因為我覺得這個療程結束 它就是結束 我就是全新的陳念琴 那我不會去太多的care 說我有沒有生病過 我就是教練給我一個目標 我就去做 那出現問題我就去解決 我就秉持著這種態度 然後去做好每件事情 你只能用琴收的方式 然後去收集到他們的打法 然後他們的整個節奏 那真實對到的感覺 其實也不太一樣 這是一個挑戰 那第二個挑戰就是在66公斤比較輕 那你要去適應他的整個比賽的節奏 然後策略上的變化 這都是全部要去重新 重新適應的 對 這蠻辛苦的 雖然轉換量級考驗重重 但拳擊女王並不擔心 並表示以他的身高 以及抗壓性來說 在66公斤級是具有優勢的 而事實上在今年二月初 念琴就展現他的女王氣勢 金腰帶摩羅格戰打下個人轉量級的第一面金牌 並放延9月登場的亞運 若是能夠打下66公斤級的陳良明 就確定能夠取得巴黎奧運的資格 陳念琴期待能夠延續好表現 一局搶下奧運門票 YTi 採訪報導